哈囉大家好 我是前班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沒錯 又是我自己私下玩的幾場 我發現這個遊戲好像私下玩起來那個速度會快那麼一些些 因為畢竟我不用每一局都把它當作是生死局來看 如果這局要沒的話呢 我就隨便玩一下直接跳過這一局 可能會比較好 說不定還有機會就是 雖然說後面輸了 但是前面沒有我輸的太慘 分數還是我加上去 但是我今天想要拍的是畫面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得一點點了 好啦 不管如何 我們今天還是來看一下 也是有個觀眾投稿給我的 用上的呢 是我們的荷包蛋聖鍋以外呢 再配上我們的毒鍋 欸沒錯 雙鍋彩 因為我們的毒鍋呢 本身是只要食物觸發的時候呢 它就會觸發那個毒的效果 那今天呢 荷包蛋聖鍋本身會幹嘛呢 本身就會觸發嘛 對不對 那這兩個鍋會不會其實就是一個超好的一個搭配呢 那我這一局的狀態還算不錯啦 因為很早就給把這兩個鍋拿出來 然後呢 再加上我們的陸木守護本身的速度又會更快 而且呢 它還會給我魔力 結果最後用到魔力最大的呢 竟然是我們的狂戰士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丟給現場的我來看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平凡好久不見了 各位 沒錯 我們今天又來我們的背包戰爭了 我個人覺得背包戰爭真的是一個很急腦的一個遊戲 那如果沒有再講解的話呢 可能會再更快一點點啦 但是要講解一下呢 可能會花那麼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今天要來做些什麼吧 沒錯 今天要做的事情呢 也是有觀眾傳給我的 用上了荷包蛋聖鍋 再加上我們的腐敗熊貓之鍋 再配上我們的陸木守護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可以發現一些奇妙的東西呢 那這邊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荷包蛋聖鍋本身呢 會消耗魔力 就可以來讓所有的食物 它觸發的食物呢 都再觸發一次 那這個的話呢 是只要食物發動時呢 就會向對手施加一層毒 那換句話說 我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子無限的疊上去了呢 那陸木守護的話呢 就是它本身到那個極限的時候呢 它就會給我魔力 那我的魔力就會夠多 那我這邊還加上一顆魔法球 讓我的魔力呢 再給它更多一點點 那因為回遊數還算低的關係啦 所以這個版面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呢 我覺得應該會蠻香的才對 那我們這邊滷落呢 也給它塞在這個位置 就看有沒有機會 誇張一點點 讓它的速度給它上去 等於是呢 我們今天有食物變強 然後又可以讓對方中毒 等於是讓我們的聖鍋變得再多一層能力就對了 而且我只要佔三格而已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鍛造錘變得很像完全沒有用 就放在旁邊吧 那這邊呢 還有拿到一個尖刺項圈啦 還不錯 那這個位置的話 是已經到底了 沒有東西可以用了 那我們就走吧 我現在知道 海象尖牙也是一個自然 好 來吧 對手的話 是巨刃配上 哇哦 全吃耶 暴擊傷害加35 暴擊時會移除對手15點 那對手的暴擊率呢 是來到了40幾% 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而且當物體發動則40% 繼續獲得一層幸運 那我們現在這個狀況呢 有了我的陸木守護 給它尻下去了 對手的毒呢 來到了15層 還算可以 那我剛剛是有花費掉我的魔力嗎 來看一下 有只有觸發了一次 因為畢竟前面的魔法很像 還沒有到很多 那這個魔法球 我等一下再給它尖一下 有魔法球的話 我都給它拿下來 前面會比較容易一些些 好了 那接著我們再來整理整理一下吧 來 等等見 好 那我這邊呢 稍微的調整了一下啦 又剛好又給我一顆魔法球 我覺得這一次的運氣還算不錯 那我這個位置呢 把它拔出來一點點 讓我這邊可以塞比較多東西 那硬要講的話呢 我這邊看沒有機會 再給我塞一個鳳梨啦 等於是我這個位置可以生成三個出去 然後呢 這個等於是它觸發的時候 又可以觸發這個 硬要講的話呢 等於是我在用這個魔法的同時 又可以瞬間施加四層毒 如果靠近的話 也蠻難用三層毒 因為沒有一個那個水果是可以這樣子熬過去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以四層為目的 那就走吧 等於是觸發一次 會多四層毒耶 然後我的速度又可以那麼快 然後結果對面的快樂小火出來了 對面的層數好像有一點多 但是我們的魔力夠不夠呢 這邊還少一個 我應該把這個給它放上去的 至少會多一點空間才對 然後現在十一觸發一次 消耗掉十一 消耗十一點魔才只有一個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虧耶 那我們這邊呢 又再觸發一次 沒有 我的魔力不是魔力 欸有 夠多 幫我疊上去 我的起司現在觸發了三次 好像有一點危險 但是 對手是用上了骷髏徽章耶 加上了一個置換蘑菇 那其實我們現在拿到 應該也不錯 拿這個骷髏徽章應該也不錯 好 那接著又來到了下一個回合 那我們要幹嘛呢 我再給它加速一下 來 等等見 好 那到了這個回合 我有把一隻歪伯鳥給它拿下來 因為我們是到中期之後 我們的魔力才會變得爆炸多 如果單純靠魔法球的話 可能會那麼的不足 但是也不能怎麼辦呢 畢竟也就只能夠這樣子去用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把歪伯鳥給它拿出來 因為拿出中期的話呢 我應該是有多一點時間 可以把這個歪伯鳥給它觸發上去 那就走吧 來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這邊的話我還有兩個沒有吃到啦 會有點虧 因為它每吃一格傷害會加一 好 那對面用的是什麼東西啊 沒有一個自然物品獲得一點魔力 就是開局 那你開局的話 等於是消耗一點魔力 只物品的武器加成 然後又給我 等於是一口氣加三點傷害耶 等於是用這個方式去玩 那我這邊的話已經點起來了 我的魔力現在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好像有一點起來了 這麼快就打到這裡了嗎 我只不過前面有加速而已 加速的話是沒有在講解嘛 沒有在講解的話其實就過蠻快的 好一樣我們的傷害是荷包蛋 那我們的魔法的話呢 是觸發了三次啦 那我們的魔法的話是哪一個在給我的 哇 這個算是一個bug對不對 我們的魔法球給了13 那我們的陸木守護才給到4 因為對手還沒有把他打得太久 有一點可惜 那對手的毒呢已經上到了18層 那這樣有用嗎 除非要打到很久才有用啊 有啦 我們的鳳梨給他出來了 要的不是他的能力 要的呢是讓我們的毒可以上得更瘋狂 來等等見我再整理一下 好那接著到下一回合呢 我把手套給他拿下來 因為我忘記了 陸木守護呢本身是需要加速的 如果他速度不夠的話呢 每一秒才觸發一次 這樣的魔力也會給的沒有到很多 那我這邊的話 或許啊 我把這邊給他翻個位子 來等我一下 好結果這一回合呢 我調整了兩次啦 那稍微再把這個陸木守護 給他放在我們的包包 因為陸木守護本身是要在狂怒期間 他才會有傷害 才會有能力的 所以不給他放在包包裡面的話 會太虧 然後呢 我把迅捷手套也給他放在這裡 然後順便給他鍛造一下 雖然說應該放在這裡會比較像 但是這一回合先忍著一下 因為我們的龍爪呢 本身也是要在狂怒的時候 他的速度才會給他疊上去 那本身都要在狂怒的話 那我們狂怒才是剛開始而已 那這邊稍微調整了一下 讓我們的荷包爛勝過吃到了更多 那我們就走唄 那水果還不夠多 那這邊還有一個乳酪 做起來的狀況還蠻香的 那我們前面這一回合 很像活七回合對不對 因為這一局的話 兩個鍋子 他的傷害老實說挺高的啦 老實說是挺高的 然後現在魔法是7 1.28秒一次 那我們場上有三根香蕉啦 對 因為我們現在兩個鍋子的話 其實我們的體力會耗的有一點多 體力耗的有點多 現在是已經來到了14層 我們這邊還沒有快狂怒 還沒有快狂怒的情況 對面也是用上了陸木守護 好我這邊的狂怒給他開了下去 有沒有機會補了 0.57秒就補兩魔力 兩魔力的話就全部觸壞一次 全部觸壞一次 全部血量給他上去 而且我們還有尖刺 現在覺得尖刺這個東西 好像是香到有點誇張 對手已經毒到了47層毒了 果然要混在一起的東西 才會是來到最誇張 回復7點生命還沒 我們的層數還在打 60層毒 當你今天沒有了那個的時候 我們就爽定了 有了 結束結束 這個回復數好像真的有點香 那我們的魔法 他給了我幾層魔法 他給了我34層魔法 而我們的魔法呢 全部都給他花光了 喔 結果你是狂戰士 花魔花的最兇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遊戲都這樣子嗎 哎呀又給我一個尖刺 來吧等等見 我這邊再稍微整理一下 那接著呢 我們這邊第二個起司 給他拿出來 我們的荷包蛋勝功 已經是完全體的 硬要說的話呢 我這邊很像還少一個東西 但是呢 應該也不用在意了 才對 等於是我們的荷包蛋勝功 又再給他更強化了一下 那如果真的要的話 這個少一個會差很多 這樣的話我永遠會少兩格 不過兩格也不過就1.2秒而已啦 1.6秒而已啦 我這邊一個就加2秒了 等於是加4秒 所以我就不去想太多了 那我這邊的話 龍爪也給他上去了 看有沒有機會 佐在一個龍爪 如果兩邊都有龍爪的話 應該會蠻香的才對 等一下 如果要說的話 這樣子可能會好一些 因為鳥還可以吹到我們的鍛道槌 鍛道槌的話 又可以想辦法去觸發我們的魔法球 那這邊的話呢 本身就只是要加速這個東西而已 那就這樣子 走咩 我們來看看行不行 那荷包蛋勝功的話 本身我沒有到給他太怪的加速 雖然說我給他吃兩個加速包 但是呢他沒有魔力的話其實也加的不多 對呀他的攻擊也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到底是靠什麼攻擊呢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玩著玩著就這樣子贏了 對啊 你說我的主要攻擊是什麼 我很像也沒有主要在攻擊 就主要我只是去用乳酪去觸發這一切而已 只要我有11點魔力 我的魔力還沒有給他上去 有了給他疊上去了 觸發了一下 那觸發了一下我的血量就可以加了10滴 那對手的話是用上吸血護甲用這個去增加傷害 消耗一層增加堅持 沒有我剛講完了給他就已經爆掉了 那這個能力什麼 戰鬥時獲得兩層6個物品發動時 沒有竊取10滴 沒有一層這個可以額外的加血 哦 哎呀 好再說沒事我們繼續 好又給我一個腐敗水晶 然後又給我一個英勇模樣 可是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好像是沒有什麼用的才對 那樣我們等等見 我來看一下我現在要幹嘛 哦那接下來我這邊又拿到了一個手套 然後又給我一個魔法球 老實說這左右護法之後 我已經不知道魔法球要去放哪個位置了 那這邊的話既然有的話 那就是給歪伯鳥吧 如果可以的話我是想塞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樣子的話 哎我少一個 哇可惡 這樣的話還是只有兩個 但是他觸發的話本身他就會觸發他的能力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的魔法球應該是挺多的 我寧願他的速度再給他快一點點 多一個東西也好吧 這個位置的話是已經給他塞滿了 等下再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弄的 那這邊的話我的藍莓還是要給他上去 那就走吧 這個訓解手套再給他加速一些些 那這邊的話等下就是左右護法 讓我們的這個陸木手會超快 有一點危險 這個是鍛造巨箭然後配上兩個敵子 對方在催他的耐力 他這邊用的是殺滿面具 殺滿面具 等下我速度再給他慢一些些 內陰護符的話是暴擊率跟暴擊長男 挖了發他的暴擊率有30% 不過也只有30%而已 換句話說其實沒那麼好怕的才對 好雖然說沒那麼好怕的 我的魔力還不夠11點魔了 給他上上去直接來到了16 這個位置我還沒有上東西 如果給他上東西的話 應該會來到更香的才對 好我們的陸木守護開起來了 我們現在是0.45秒就有一發 這個物品觸發時間快40% 那這個魔力給的夠多嗎 有給的是很多 等於是他每攻擊一次 他的毒又再更殘忍一點點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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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時間還沒有結束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魔法的話 現在給到22層 對手的話目前是沒有扛住 應該說他沒有一開始抱帶走 我這邊就可以給他活的下去 算是一套終歸要打到後面才有傷害的一個 一個剛剛說骰子嗎 然後我這邊再給他上去一下 然後又給我一個包 這個包應該是沒必要 除非他等下給我兩個加速包 不然的話就算了 好給我這些東西能也 其實我的耐力好像是挺多的 對我的耐力好像挺多的 應該是不需要 然後又給我這些沒有 我快要甩2塊錢了 你知道嗎 好這個可以 有沒有 哇又一個起司 又一個這個 現在有8塊錢 加起來是13塊 又給我這個 有點開心 真的是有點開心 有點開心 只不過我要稍微的再整理一下就是了 來等等見等等見 好說要整理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整理的啦 就是把香蕉給他放了下來 反正這邊也沒有錢了 主要是拿乳酪啦 說錯 乳酪把他栽進來之後 一樣都是給他觸發荷包 但乳酪一定要觸發聖鍋 沒有觸發聖鍋的話 乳酪就是完全白拿的 那就走唄 他這個位置還沒有 剩下兩個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拿 這邊三隻豬也差不多要丟掉了啦 這三隻豬在這裡也卡非常非常的久 哇 對手有這個也專門竊取我的回血 但是呢 我現在不用擔心 喔有一個暴擊法杖 老實說我到現在還沒有玩過暴擊法杖 接下來1.2秒內 消耗4點魔力造成7點額外傷害 所有的攻擊都會是暴擊 難怪我覺得這個這個怪怪的 好啦我們現在血量直接被他給爆下來了 我們這邊有0.43秒就會噴一補血7滴 然後再回魔2滴 我現在血量已經來到了540滴了 我場上呢有3個尖刺 有沒有機會尖刺再多一些些對手的毒 已經來到37成 喔我真的是要半血之後才開始 半血之後才是我的局 那我們現在的魔法是來到了34成 全部都有給他噴掉 應該是完全跟得上的這個狀況非常非常的香 而我反而是我的尖刺耶 因為對手有對手被自己給弄死了 對對手被自己給弄死了 好一樣三回合走吧 那這邊的話應該也沒什麼好說吧 這邊的話就不太適合用堅刃頭盔啦 因為堅刃頭盔的話是前面扛住 那我這邊前面的話也沒有要扛住的意思 因為我前面也沒有給我什麼加東西 頂多就是加毒弱 可是也只有3秒鐘而已 加一點血量 除非等一下沒東西我再選 如果有東西的話我就算了 好一樣我再整理整理一下 等等見等等見 好接著又給他到下個一回合 我覺得這一次你拿的真的挺好的 我還要再生存3回合 但是我血量是滿的 我們的乳酪又給他拿到了 那我再給他放在我們的聖課旁邊 老實說如果他再給我乳酪 我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放 大概就是放這個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都吃不到我們的聖課 到時候再說吧 好那這邊的話 我把多一隻鳥給他拿了下來 然後這邊稍微的調整一下 然後又給我一個魔法球 那就能吃到越多是越多囉 那魔法本來就不嫌多嘛對不對 那我老實說這個速度好像給的不是很快 不是很多 這個加速包也不給我 如果加速包能夠給我一些的話會更香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就走吧 那有點可惜啊 這個吃不到這個龍爪的這個鳥頭有點可惜 如果還生出一點點的話就可以了 哇這個是治癒法杖 等一下有一點危險 每1點43秒會回血 消耗6點補血也會有傷害 那這邊的話有補血的東西嗎 有了就是這個了 等於是他要靠著不治之障加上這個東西來搞我就對了 換句話說 其實這兩個是可以給他合上去的 我這邊補血補的越多他會越強 只不過這一套就是怕那個偷血對不對 然後現在的話 初期我現在血量是480滴 我的魔力還沒有到很多 因為我現在如果沒有靠魔法球的話 我在狂怒之前都只靠著魔法球去補那個中毒的部分 那這邊中毒的話 每1.36秒回血獲得5點魔力跟5成這個 我其實有點誇張 我現在670滴了 720滴了 有了我這邊已經開啟狂怒了 開啟狂怒的話就全部都觸發 只要食物發動時就會向對手施加一層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930滴 我這邊血量還沒有結束 好對手的毒已經來到49層了 我的毒比你還要來的毒 1,0,1,120滴 我的天啊 有一點瘋狂 只不過我這邊好像都沒有破毒的意思對不對 就是沒有破 啊不是啊沒有破補啊 我的補等下都沒有超越更誇張的地方 結果我們的荷包彈勝過 傷害怎麼可以那麼高 是嗎 老實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傷害可以高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幸運呢是來到了52 代表說我的藍莓好像給的太多 但是藍莓本身也很重要 因為他是少數單格的水果 我覺得單格的水果很像可以再多一個 不然的話真的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那我這邊尖刺的話是鳳梨給了我23層尖刺 那這邊看一下我們的幸運 全部都是藍莓給起來的 歪伯鳥是移除了對手的幸運啦 那硬要說的話看一下有沒有過量治療 沒有沒有過量治療 然後吸血 哦 哦 啊本身就有這個啦 然後他又給我一個隨機爭議的效果 對了對了對了 想說哪來的吸血這個東西啊 哇這套好像有一點兇耶 真的真的真的 好像有一點太扯了 哇又給我真的假的那當然就拿了不用想太多了 現在剩下兩回合了啦我們就把它講完吧 然後你給我一個腐敗水晶又加上一個星之容器 如果要的話算了算了不要再塞了不要再塞了我就塞我要了就好生存兩回合好吧這隻豬也算了吧 嗯星之容器回復效果加10%好像也不是說不行但是我要12塊錢我已經沒錢了而且這個還可以偷別人的星之容器 嗯好吧先下一回合再說吧如果下一回合的話哇你又給我這些再看一下5塊錢又給我一個鳳梨鳳梨還是留著好了等一下說不定還有地方可以去放反正水果放的越多越香嘛對不對如果硬要講我水果放直的這邊再塞一個這個應該會很扯應該會很扯等於是這個我的魔力會再來的更多才對好一樣我們就走吧那這個星融器感覺之後應該是不會用到的才對那這個 尖刺槍圈沒有什麼不拿的意思對不拿尖刺槍圈完全沒有那個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拿不太可能不拿那這個東西其實我也沒有在用啊主要就是給他觸發而已如果真的要放這裡會比較多但是我的魔力才是我的重點所以就先這樣吧好一樣我們就走吧下一回合再說啦下一回合是最後一回合了我們就給他講到底吧好這一波下去的話哇是辣椒全部火焰都有欸老實說他是什麼流派我有 有一點點不熟對反正有移除一手監視像我上一局的話很像是要帶個魔珠吧因為魔珠可以移除對手一手監視他就是怕監視就對了好他這邊有用吸血手套是給他加速2.63秒後加速然後拿了一個火焰劍去加乘數我們現在這裡呢還沒有觸發我們的陸木守護其實硬要講的話我的乳酪那麼高會不會導致我的陸木守護變得難處不過就算這樣子也好等於是我們的血量會拖得越晚出我們鼓的血量是不是會越多好現在我們這邊已經開上去了0.39秒就可以了 有一方我們這邊加起來至少8秒本來就有5秒鐘這邊的話吃到又幾個算我們已經來不及算了因為對手很像快要給他爆掉了48層毒其實硬要講的話我們把腐敗熊帽之鍋跟這個拿掉我們的血量很像可以來到更誇張的一個地步但是算了欸我們就繼續給他看下去吧現在我們想看到就是彩虹黏黏或什麼很誇張的隊伍來跟我這個隊伍打你知道嗎燃燒火把對手的傷害咋那麼高啊對啊有機率獲得兩層欸這兩個合成喔沒有這只是那個 這個東西嗯消耗喔這個匕首來到了可是匕首本身會消耗層數啦會有點討厭所以我到時候再看看有沒有機會玩好一樣那接下來是最後一回合了哇該怎麼辦呢好啦這應該是不用想了全部塞進去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東西這個不能不塞欸這個不塞的話整體會壞掉但是我很像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塞了硬要說的話大概就是這個錘子吧這個錘子可以丟掉那這個12塊應該 應該也不用了啦那就看有沒有機會再給我哎呀血色護符加一點生命啊先鎖著9塊錢我們甩4下沒有東西就算了2哎呦給我什麼做哇了發哈哈哈太誇張了啦真的沒東西了沒位子了沒位子了我想一下該怎麼做來欸終究還是要等我一下吧我想 啊哎呦這一個還不錯雖然說你給我一個魔法球但這個魔法球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了好你給我一個藍莓好像也沒地方放啊只是把一根香蕉給他拿下來而已奶肉 真的沒有位子了真的沒有位子了我只能這樣子放了然後稍微 再搞一下對因為都剛好隔一個位置了吧不然就是我這邊鳳梨要這樣可是鳳梨 哦就只能這樣吧鳳梨雖然吃不到可是這樣子的話就沒有辦法觸發那個東西我只是觸發奶酪而已好啦也沒有關係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兇殘一些些然後我剩下最後一根香蕉我還有位子放嗎 這個賣掉也只有兩塊錢沒有辦法去買這個東西然後如果要塞的話把這個拿掉就大蒜拿掉好極限了 沒了我就問對手要怎麼活我就問這要怎麼輸 好啦沒有位子可以放了然後不然就藍莓給他放下來可以加速兩個東西 不然藍莓放這裡怎麼樣都不對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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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這邊就別動了我這邊稍微賣一下賣一下賣一下 腐敗熊貓之鍋吃掉雖然說少了這個少一層毒啦但終究搞到我的起司好像有點太多 說要玩這一套玩著玩著變成這一套更強那毒的話變成一個輔助可是這個輔助的話很像有一點兇 好啦還是給他塞好塞滿塞滿還是比較開心那就別動了稍微 What the fuck 炸是什麼東西我的天啊雙天命弓欸我就有點危險我就有點危險 老實說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安心獲得四層消耗一點幸運一層這個跟一層這個可以獲得一層層數 我那個層數加上去他傷害會超高耶他的爆率應該都是100%的沒有錯絕對是100%他的幸運開局就直接20點以上 好我這邊馬上就出了一個陸木手哇這一局很刺激 要扛得住才可以這個補血夠不夠0.41秒2.30還要他的攻速很慢 攻速慢歸慢可是我這個補血數量好像補得不夠快有啦我現在650滴對手的毒已經來到了18層 可是他的回血很像還沒有給他扣下去他等於是大家會不會補血過量 對啊補血過量會不會變得有那麼一點浪費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800我們的魔法還有25點 我們是0.39秒給他一發我們的持續時間應該會很長才對 如果他打炭他有沒有機會把我的陸木守護給打掉28層哇等一下他是把我東西吃掉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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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為我觸發了吧 應該是因為我觸發了吧那對手沒有也是對手的毒被解掉了怎麼會這樣他的毒啊因為兩根蘿蔔是不是 隨機進化一層檢疫我就檢疫他的毒所以我的毒反而在這邊沒有任何的用處我的血量已經到了1150滴了 魔力還有再多一些0.72秒行不行這邊已經來到負能20層了 對手的毒被合光有啦有啦我應該是穩了啦這怎麼可能還輸1310滴能不能就再給他誇張一點點呢 尖刺來到30層可是尖刺對他而言是沒有用的還不錯這一局可以達到這個地方行啊再補一次有沒有1500滴 哇這個層數其實我也不是要玩幸運啦只不過那個梅子實在是太多了 那基本上是不用擔心那個智芒現在智芒流好像不是那麼的流行的才對那我們的吸血也吸到了27滴了 可是我們的過量治療應該還是0才對啦因為我們的起司實在是太多 其實不僅是獲得欸沒有欸老實說 他只是給你10點最大生命欸所以我的血量還是要靠著這個去補才可以 那剛好我把尖刺拿掉啦不然的話我尖刺放在這裡好像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對手全部都是短攻 欸全部都是遠距而對手的回血回到了2510 喔因為這一些東西給他灌上去的吧喔這些東西灌上去也有一點扯淡欸 喔這怎麼刷出來的喔這個刷成這樣子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我的先簡單看一下尖刺的話是鳳梨乳酪蠻想看一下我的吸血全都是奶酪嗎 我的奶酪全部都給我上 其實我的血量還可以再給他更多因為對面的有大蒜就對了 那我的護盾的話是大蒜給我的守護錢包給我這個還行 治療的話吸血給我380陸木守護280喔 喔反而是吸血給我比較多欸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東西才給我吸血的 那我們的傷害呢是荷包彈勝鍋給他打出來的那因為剛好有順便給我那個 那個隨機爭議的效果的關係我的負能來到了26點 那其實硬要講的話我的那個匕首扳手應該是不能丟的因為扳手的負能他加1就可以等於加2 這扳手的負能很像也是可以玩的一個流派 這個遊戲的流派真的是變得超級超級多多到有一點點的誇張 那中毒的話呢我們上了84層但對手的中毒呢 進化了哇他的進化魔藥本身就會進化哇他把我的毒全部都給進光光了 雖然說我們後面還是有給他上上去了 等於是這算是第二個buff我只要這樣子就可以了我這個buff真的是有一點誇張 冰冷是很難上很難上出去的智芒也沒有那硬要說幸運是21層 對手有兩個歪伯鳥沒有是我的歪伯鳥移除對手心哦 所以我歪伯鳥觸發了7次各觸發了7次那硬要說其實也蠻難看的 對啊這一切混上去已經看不太到了0.385秒357稍微的偷偷瞄一下好了 如果是觸發7次的話我的歪伯鳥移除一層 2.632.3如果在這個時候的話呢2.282.28好像是就不會了 對對對好像就沒有了可是我這邊看不太清楚耶 對啊他的歪伯鳥對阿現在是說最大就是40層40%可是我不知道是一隻40%還是兩隻給他40%上去 好那還有什麼要看的嗎有點捨不得離開耶玩這個遊戲玩到後面都覺得有點捨不得 好我們的魔力的話是陸木守護給到80%所以陸木守護後面給的東西真的是超香給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他的魔力 然後魔法球的話反而沒有給那麼多44哎呦這邊是給到44這邊是給到36 啊因為他少了這個觸發這邊的話呢本身荷包蛋生過又有觸發然後這一顆是給到26最少的反而是這一顆耶對啊這一顆啊因為他本身有三個觸發 所以難怪有兩個觸發那麼多這個只有一個觸發有吃到這個觸發的還是有差還是有差 然後藍莓給的魔法沒有到很多基本上全都在給幸運的不過他是在幫我加速啊他是在幫我加速這樣其實硬要講的話 好啦我還是覺得藍莓要多一個要換一個東西才可以然後我們的魔法球消耗掉了165個然後我們的魔法實在 難怪我剛剛看到我的魔法會噴掉應該就是因為這個關係我的魔法實在太多直接給我12成的其他爭議 所以換句話說我的魔法應該是可以一直給他ㄍ上去我的魔法球可以再給他多誇張一些誰 越多顆魔法球只要我位置可以擺的話他最後也會給我12成爭議只不過這個有點虧啦等下到30成才有而且硬要講的話可能會跟這個聖鍋去搶魔法 因為我主要是要給聖鍋而不是要這12成爭議有點不一樣的感覺哇這一套有點強真的是有點兇殘太扯了 28又差不多再拍個幾隻應該要打上去了但是硬要說的話這邊總共有4個RANK要打 我這邊還有另外兩隻反而都沒打我反而都在後面這兩隻你知道嗎那這一隻的話我們到時候再來看一下剛剛有看到嗎 就是可以用上毒補血這個能力當然還有娃娃的部分我到現在都還沒看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321拜拜 天啊